代表一个荣誉 同时也是一个责任 个人一定权力以赴 来领导我们全国的检察官 依据法律 超越党派 独立来行使职权 不受任何干预 到底黄世民能不能够超越党派 独立行使职权 在民进党方面有很多的质疑 昨天民进党的发言人蔡其昌说 黄世民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蓝的人 而且到了偏执的地步 让人很忧心 他担任总长的适当性 民进党在第一时间 质疑黄世民的颜色偏蓝 今天再提一下这个蔡其昌 蔡其昌啊 发言不当 我予以扣分 为什么这样讲 予以扣分 你说很蓝 问题是你今天民进党 我昨天还在称赞李军 你还有才称赞李军 民进党 我们台湾现在有没有一个 蓝绿都可以接受的 没有政治利益的 没有选票算计的 就是一个人 然后大家可以说 譬如说像李家彤 李教授 或者说像黄世民 因为他比较属于政治任命的 这种总长 我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蓝绿说 蓝的反对的 绿的就赞成 或绿的反对的 蓝的就赞成 就变成蓝绿恶斗这样子 那你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要请问蔡其昌 有一个法官被指控2004年参加陈水扁的竞选活动 民进党为什么不讲话 那这个法官现在又负责审理陈水扁的案子 你为什么不讲话 那你为什么不讲 你说他的意识形态 那请问这位法官姓周民战村 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他不是意识形态 他是付出行动 那民进党讲什么吗 那什么没讲 你这样批评黄世民办理局 说黄世民参加过马友会 马上就要下来 我们标准是一致的 黄世民曾经帮马1900普选 马上就下来 就你民进党不是 所以像蔡其昌这种做民进党发言人 不当 因为他力量不够 这议题他不熟 乱讲话 我是建议蔡主席把它换掉